2020桃園美展的线上策展 我这一次提出来的题目是与生地对话 生地这个名词其实是来自于法国哲学家米歇赛和 他在晚年的一部著作叫做《维基时刻》 在他著作里面他特别提出了生地这个新的概念 这个概念指的其实就是生命和地球的共同体 在这个生地里面其实他指涉的就是这整个世界的群体 也因此他特别去强调在这个新的世界观底下 所有有生命的没有生命的动物植物 以至于气候地球所有的这些一切万物 其实都应该含纳在这个世界观底下 因此我们能够知道说人类在这里面 他就不是自外于这个世界 或者是他能够去掌握控制甚至去主宰 这个世界一个好像不属于他的力量 那在这样子的一个关怀底下呢 其实米歇赛和他也同时在其他的两部著作有提到 在这个时空底下生活的有着不同价值观的两个群体 他分别以母子姑娘还有爱抱怨爷爷 这两个不同世代作为一个象征 在里面他特别指出母子姑娘其实就是我们一般说的数位原生 他们生长在一个不是牛羊成群围绕的一个环境里面 他们多半在都市里面成长 那他们对于环境的一种关怀或者是对环境的一种观念 其实就不是以污染或者是去主宰他 这样子的一种姿态去跟他互动或对话 那当然在这里面也包括了这群母子姑娘 他们所面临的所谓网络时代 会有不同于以往时代的一种空间感跟时间感 所以他们处理知识以至于处理所有的系统 以及他们所面临到的关于时间的各式各样的人生的时间感 或者是所谓的承诺的时间感 甚至是对于战争 对于这一些人类的冲突 他们的一个意见或者是他们的一个观点 都会跟爱抱怨爷爷这个过往的时代有很大的不同 那他在这一些几本著作里面最主要其实是想要去强调 或者是去提到这一个所谓巨变的新时代 那在这个巨变的新时代之下呢 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生活在这个共同体里面 所以我们应该有这样的一种觉悟 应该要以一个新的视野或者是新的观点 来面对未来的所有挑战 那因此我在这一次的陶宇美展的入围作品里面 特别挑选了跟这样子的一个关怀比较相关的一些创作 那希望能够从这些创作里面呢 去找出一个表现的脉络 或者是在他们观看世界相关的各种议题也好 或者是在作品的内容题材的表现上等等 他们可能都比较符合我刚刚说到这个米歇塞和的著作里面所提到的一种属于拇指姑娘的观点 或者是跟生地对话的一种新的思维 那在这些关怀里面呢 我想从一件作品开始 就是柯燕如的黑眼睛 他透过俐落的线条去表现出一个看似非常神秘的 或者是非常灵动的一只眼睛 那这个眼睛呢 在他的作品里面好像有着非常暧昧的一个眼光 他好像在看着所有众生的起落 他好像又在默默的守望或者是守护着这个世界 那我想以这一件作品作为这个展览的开端 那也进入到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生地对话 这样子的一个命题当中 除了柯燕如的这一只大眼睛之外呢 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其他有几件作品 也展现了他们对于这个人跟环境 或者是生物之间一种互动的情怀 好比说像这个《你生之春》 或者是像张巧瑜的作品 以及叶仁坤 然后还有像《月光之壁》这些作品 我认为他们都有一种比较多元化的 或者是说也展露了某种比较温暖的关怀 就是说在这个生态的视野上面 那另外讲到这个跟环境相关的描绘 《成品盒》的作品 它以《消失的东部》为名 那在这样子的一个图像里面 它是用比较破碎或者是比较浓厚的笔触 这样子的一个表达方式 去表现它对于环境的一种观察 以及相关的一些人文或是政治的议题 那与此相对的呢 吕如生的光影文化馆 它却是用一个比较光影叠映的方式 去表现它对空间的一种观察 那在里面呢 它也描绘了一只黑猫 那这只黑猫就坐落在整个画面的中央 是一个视觉上面的焦点 那同样我们回应到刚才的 这个跟生态之间的描绘 这只黑猫好像跟前面提到的 这些人跟动物之间的一种相互的联系 也有孤影的关系 跟这个动物描绘比较相关的 其实还有就是像蔡寒廷的作品 或者像詹子贤的作品 它们都从动物或者是花朵 去描绘出一个生命的一个状态 或者是里面充满了比如说对自由的渴望 或者是对伤势的一种情怀 其余有一些作品其实它们把这个重点 不是放在动物或是植物的描绘 而是人跟人之间互动上面 好比说像黄少威的作品 《山高高》它这件作品 其实是描绘的是人的一个聚会场景 吕宗宪的作品描绘的是 它经常去独自面对的一个自然的环境 像张稼瑜的作品 它描绘的是一个居所的空间 我们在这个房间里面看到 它对于空间以及里面物间的描写 可以看到人跟人之间一种很亲密的生活感 以上这些作品其实是透过人的痕迹 或者是人的一个相关空间的描绘 去表现出一个属于人之间的一种互动关系 那回到赛和的文本 其实它在里面也有写到 关于这个母子姑娘跟爱抱怨老爷爷 就是这两个不同的世代 他们对于战争或者是对于人的冲突 其实有不同的一种感受 那当然这里面是立基于这个整个网络的世代 或者是虚拟的这一个环境底下 我们对于这些冲突的解决 或者是对于冲突的一种认知 有很多的不同 我在这一次的桃源美展的作品里面 其实也看到部分的作品 他们是针对于这个人跟人中间 曾经生活过的这样子的一个空间感 或者是已经消逝的 充满怀旧之情的这样子的一个生命的角落 他们有不同的一些描绘 包括像刘沛瑜的作品 他可能以一些比较抽象的 虚拟的这些空间的一个配置 去表达出人在里面悠游的一种神态 那像黄玉珈的作品 他描绘的虽然是比较直接的指向 我们在近期因为疫情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限制 所换来的这样子很奇特的一种生命经验 他比较像是封闭在一个局所里面 但是在他的图像里面我们又可以看到 他并没有把整个人的一个精神捆绑在一个有限的空间里面 他还是可以看到一些奇想 或者是我们在里面能够悠游的这样子的一个形状 那另外像蔡君胜的公园 他描绘的是过去在人跟人之间非常频繁互动的一个场域 那当然在他的这个笔下 这些公园里面可能没有人在里面出现 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好像都可以闻得到那个人在里面走动的气味 或者是他们曾经在里面的一些话语起落 刘树仪的作品眼看他起猪楼 这件作品其实是用我们很熟悉的一些城市里面常见的 比如说招牌或者是里面的一些题材 在里面我们会看到时间的这个过去也伴随着很多事物的起落 那在这边呢又可以呼应到我们刚才谈到的就是很多的作品 其实他们想要去回应的是人在空间里面的活动 此外呢像吴震翰的作品 或者像潘文凯的车内风景 那以及郑志轩的游走记忆 这些作品他们特别去针对了交通工具 或者是说人在城市里面移动 这样子的一个场景 特别去强调出这一种移动的性格 那下一个主题呢我想延伸到的是人跟人的互动组成的社会 其实里面呢也包含了政治的问题 那当然在赛和的这个著作里面 他也提到了关于政治啦或是政权 政治的强人等等 这一些名词或是这一些治理的方法 在新的时代其实都面临了新的挑战或者是考验 那自然会有一套属于未来的更加适合的新的一种政治的这种逻辑或方式会产出 那在里面我们也看到像类似谢志康 或者是像这个杨胜博以及石子庭 他们的作品是比较明显针对政治的议题去做抒发的 那提到国家或是政治其实都是认同的问题 那关于认同的这个部分呢 也有一些作品他比较把重点放在关于家 这样子议题的一个抒发上面 终于真的回家这件作品呢 其实他描绘的不只是有家的人没有家的人 或者是无家可归 或者是有没有归属这样子的一个议题而已 他特别在作品里面去描绘了人跟流浪狗之间的互动 那在这个不同的互动的场景里面 我们也看到了物种之间 或者是说同样生存在这个地球上 这个生地之上的所有生灵或者是环境 其实他们有更强烈的一点心灵的联系 那从回家这件作品呢 我也想把展览渐渐的带向尾声 就是在这个论述的尾端 我以黄千玉的这个《梦游仙境》作为一个结束的作品 那这件作品 他描绘的是一个好奇的小女孩 他好像看到了什么 特别吸引他视线或者是目光的东西 在这个画面中我们看到 他很灵动的双眼 微微的笑容 然后在画面上 作者特别又以一些比较抽象的 或是倾向几何的 非常自由的这些零碎的碎片 去展现他的这些奇思妙想 把他画为一个象征性的图像 那在这一个非常近距离的特写的 小女孩的一个面孔里面 我们就看到了这个拇指姑娘的化身 他有他的一套看待世界 新的一个眼光或观点 那他这一双灵动的眼睛 是非常吸引观者注意的 同时他也在不断地看着 这事件发展的一切 所以我在这个展览里面 把这件作品 视为是跟前面柯燕如的这个黑眼睛 有一个相互呼应的一个意味 也就是说不管是山川里面 在照望着 或者是说在探看着 这个整个世间的这一双 不知道是谁的眼睛 或者是整个森林 所象征性的一个观照的眼光 那他也跟这个梦游仙境里面的 这一个女孩的眼睛 好像有了眼神上的一个交集 或者是呼应 那就以此作为这一次 与生命对话这个展览的尾声 也串起整个展览 比较核心的一个观点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